小潔 你要想別人愛你 不是強迫他去 不是給他臉子 不是說你那樣的 一撲二到三上吊 你看看你 我看資料當中說 你倆出朋友的時候 你隔個外 後來你又鬧跟著分居 第三個 你現在要鬧離婚 你這些都是為什麼呀 你就想讓他愛你 想讓他疼你 是不是 但是你這種方式 他能愛你疼你嗎 他只能更討厭你 所以我們真正想讓別人 來愛我們的時候 我們得讓別人喜歡 讓別人真心喜歡 跟我們在一起 他跟我在一起有樂趣 他見不著我 他都鬧心 他想我 那是 你這樣你鼻子別人去喜歡你 別人能喜歡你嗎 你看看你第一個 你反覆在場上說 我這人倔 倔有好處嗎 倔對你來說 這輩子你因為倔強 你想過什麼福啊 還是都吃虧了 是不是吃虧了 所以性格方面 如果有女人不適合的 太不柔和的地方 多少要改一點好不好 剛才各位專家老師都說了這麼多 我想到這裡為止 問問兩位的訴求有沒有改變 李先生 你還是堅持要跟 太太一起過下去嗎 講 講就要過一次 那你會做一些改變嗎 可以 那你呢 我不堅持 還是堅持要離婚 對 面對丈夫積極改變的正中承諾 為何小姐依然絕情地要離婚 是什麼成為了這段婚姻 無法逾越的鴻溝 還是堅持要離婚 對 過往的美好回憶 就兩個人牽他手在馬路上壓馬路 兒子的純真可愛 很希望 能否修復這段瀕臨破碎的婚姻 稍後請看复合天使之 愛情合約 就是因為他每次就是光嘴上說 下次還是還是這樣 一次一次的這樣 你們在一起十三年了 有沒有不吵架的時候 就是能回憶起來特別幸福 特別甜蜜 特別美好的時候有過嗎 有啊 最甜蜜最幸福的就是想起 原來 最早我談戀愛的時候 就是條件特別糙 那時候就是黃瓜特別便宜 一塊錢能買十斤 甚至十多斤 買點倒餅 買點醬 然後兩人對著自己這樣吃 然後想起那時候來的 你覺得這是你想起來 特別幸福的畫面 對 那時候感覺 現在想起那時候 感覺特別的舒服 我信得特別高興 小傑呢 就兩個人牽著手 在馬路上壓馬路 我就 這個就對我 對於我來說就足夠了 他剛才說的 黃瓜 戰將 包大餅 我看你都流淚了 你認同他的這個幸福的畫面嗎 認同 當回憶起過往的幸福時光 兩人在現場不僅潸然淚下 這眼淚中 飽含了十一年戀愛的坎坷 飽含著兩人一南一北走到一起的艱辛 似乎兩人的感情 並沒有完全破裂 這不禁讓我們大改疑惑 為何小傑對離婚如此堅決 作為母親 她對於孩子的未來 是否做過慎重的考慮 作詞 作詞